样膳工艺蔬食市集也在27号 是在花莲的晋诗堂园区登场 除了有60多摊精致的健康蔬食 还有敲爱心罗、艺文表演 以及故事导览闯关的活动 慈激医院的院长林新荣表示 天下不平安 不仅有新冠肺炎疫情 还有恶乌战事造成许多难民流离失所 他希望借由推动素食活动 募集爱心一起帮助苦难的人 也邀请乡亲共度一个充满爱心的假日 看到世界受疫情所苦 恶乌战争又造成许多难民流离失所 慈激之夜发起了样膳工艺蔬食市集 结合苏食推广 爱心募集还有医疗故事导览 希望集结善的力量 促进世界和平安详 今天是一个蔬食工艺市集 在意卖很多的蔬食 主要的目的 第一个援助乌克兰的难民 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推广蔬食 来爱护地球 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所以今天非常感恩县政府 还有感恩我们四大自业的同仁 有慈善医疗教育人们都参加了 还有我们当地的师兄师姐 还有我们至少十多家 我们在地的这些蔬食店家们 他们都来参加这一次的公益市集 一共有六十几摊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培养 散发大家的爱心 让大家把这个爱心来自台湾 来自花莲 27号的蔬食市集 受到各界热烈回响 包括了县长徐中卫 立委夫坤奇 市长威家贤都亲自参加 并且共同敲响爱心罗 希望全民一起来响应蔬食运动 减碳爱地球 也希望可以援助到战争中的苦难国家人民 让世界早日恢复和平 对节能减碳精灵碳牌 已经是现在的险虚 尤其是精灵碳牌 未来在113、114年以后 世界要开始收碳权 而我们该如何做 其实在我们现在做的 无论是环保、永续节能减碳 推动蔬食以外 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所以再一次呼吁也响应 我们大家一起以身来作则 以身来实践节能减碳 世界和平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比世界和平还要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保护我们地球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颗星球上面 它是我们的母亲 如果我们不善待它 有可能未来我们人类也活不下去 这次市集活动获得慈绩各制约体同仁 还有各个社区志工响应 以及许多知名的蔬食胎商和民产店家来支持 超过60个摊位 活动当中还有敲爱心罗 意味表演及故事导览闯关 慈绩院院长林新荣表示 希望借由推动蔬食 募集爱心 一起帮助苦难的人 也邀请乡亲共度了一个充满爱心的假日 这里会欢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